设元與直線L相交於PQ2點 則是選PQ的長度 因為元與直線相交2點 那元芯到直線的距離是D 半徑的話是R 所以PQ的話的距離等兩倍的 √R平方-D平方 不用B式定義 所以我們要先求出R跟D 我們有元可以知道元芯的話是00 半徑的話等於4 那我們的D的話 等於√3的平方 加上-4的平方 分子把00帶進來 0-0-10的絕對值 所以等於2 帶回去 2倍√16-4 等於4√3 然後選C